本节目由Chase大通银行赞助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蓄蒙的发展 中国的高净资产人数的数量也是像雨后春孙一般的激增 从2011年到51万人一直到2014年的91万人 以每年超过10万人的数量增长 而且增长的速度也是在加快 预计到2015年的年底也有可能是达到112万人 因此了解这个群体的概况和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特区财务顾问黄海地女士来谈一谈这方面的资讯 黄女士非常欢迎您 艾妮你好 黄女士其实我们单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 是关于美中高净资产客户市场的一个攻略 所谓这个攻略到底是针对哪一些人群而言的呢 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讲到底适合哪些人来听 其实我们等一下讲的内容 好多朋友你可能会有兴趣的 因为如果你现在在美国有像有朋友问我说 我一年年薪大概15万那我到底在美国算不算富人 那也有朋友跟我说那我一年年薪只有5万美金 那我在美国算不算穷人 那当然还有中国大陆的朋友问我说 我在北京全部资产加起来大概有1200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200万美金左右 那我在北京算不算是富人 所以通过今天我们这个应该来说 这样的一个话题 题目这样一个话题的话 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到底你算不算富人 到底你还有多长的路去奋斗 也就是说如果你年轻的话 你还有多少路去奋斗 那如果您是在从事金融保险业的话 那你也可以了解说在这个市场里面 这些人的需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到底要什么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应该是对大家蛮有帮助的 是 是 所以在做这个各项投资之前 也要对自己这个财务的情况 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才是 对 是的 是的 黄女士 那我们谈到这个净资产 所谓这个净资产它这个概念是什么 所谓净资产其实有两个概念 我们在谈到这个高净资产客户的时候 就是说怎么样去划分 所谓的净资产是指的你全部的资产 比如说你有房子 你有车 你有银行存款 你有这个投资账户 那你也有一些个人的这个珠宝 这些就是个人财产 对 个人财产 那么减掉你全部的这个负债 比如说你房子有贷款 那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的欠债 那么这个就叫做净资产 但是我们在往往谈到高净资产客户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不能够把他自住的屋子加到里面去 因为屋子是你自己要住的 所以当我们每次谈到高净资产客户的时候 是指的说手上可以动用的可以投资的现金有多少 那么这个概念美国跟中国其实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在目前来讲 在中国是把这个手上至少有1000万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数额的这样一些人 就是可动用的可以投资的这样一些 这个资金的话大概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 那么这些人叫做高净资产的人群 在美国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有钱 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没钱的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也是很混淆的 很多朋友说在我退休的时候 如果我的房子已经付清了 那我也已经退休了 那如果我手上还有一百万的话 那这一百万是可以投资的 那这是属于可以动用的这样一笔钱 在美国那您就已经算富人了 因为房子也付清了 然后也退休了 孩子也长大了 所以你手上还有一百万的可以动用的 可以投资的 那么像这样一个人群 实际上在美国我们也把它叫做高净资产的 这样一个人群 所以划分的时候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所谓在中国的富人跟在美国的富人 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有一些不太完全一样 有一些不太完全一样 是的 那么关于像在这个目前美国和中国 所谓这个净资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目前这个现状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 这个现状其实大家都知道 目前就是因为亚洲经济的崛起 特别是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 在国内来讲 这个有钱的人越来越多 不管你是到什么地方 是到很多像我到欧洲去 到这个澳洲去 到日本去 只要你去哪个地方旅游 所有的免税店都是用中文简体告诉你说 这些高档商品是多少钱 或者是这个促销的活动 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 全世界的人都看着中国人的钱包 证明中国人现在是非常非常有钱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很认真来观察一下 就是根据这些数据来看 实际上真正有钱的人 美国当然还是蛮多的 就是这个定义不太一样 比如说最近也就昨天我看了一下 全球最富的人 第一富人 还是我们微软的这位老板 Bill Gates 还是他大概400多个亿的美金的 就是说 个人资产 对 那么Facebook的Mark 还是排在前几名 大概三名左右 再看看亚洲 可能就说还是排得上这个名字 但是并不是说 全球顶尖的富人 在中国大陆 这是第一 另外从数量来讲 刚才其实阿姨你也讲了 2011年的时候 对于这个高净资产客户的数量 大概是在51万左右 也就是全中国13亿人 也只有50几万 才是这些高净资产的客户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 大家觉得应该有91万 那预估2015年的时候 应该达到112万 所以13亿人群当中 只有100多万的人 叫做高净资产的人群 所以可能绝大部分的人 99.99%的人 都不能够进入这样一个人群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空间 可以努力继续努力 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我们也可以变成 这个人群当中一部分 几身进当中一个 对 人群当中去 然后再还有一点 就是在美国 美国的他的划分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塔尖上了1% 那美国现在是3亿人 假设你是塔尖上了1%的人的话 所谓1%的这个划分 就是你的净资产差不多是在 300万以上美金 300万以上 那么你就已经算是有钱人了 所以很多朋友讲了说 我的收入是5万多 那我算不算穷人 目前来说 美国的中间收入量 是5万3981块钱 也就是说如果您的收入 夫妻两个加起来 一个家庭是5万3891块钱以下 那应该来说你还在这个平均线以下 那如果你是在5万3891以上 那你在这个平均线以上 也就是说你比90%的人都已经富裕了 所以这也是ObamaCare在定的时候 为什么说夫妻双方 假设只有一个孩子 或者两个孩子的时候 5万多块钱 实际上那个补贴 就已经是体现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数据 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您在美国要是收入 在15万美金一年一个家庭 那么应该来说 你已经算富人了 至少在top3%左右 假设你的收入一年 夫妻两个加起来 是30万美金 或者你的净资产 能够达到将近300万到500万之间 那你已经是top1 所以已经是蛮有钱了 其实这个数字 对于我们很多华人家庭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高不可判的数字 对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在加州特别是在硅谷 那你的房子随时便便找一栋 大概都要一两百万以上 那在洛杉矶也是一样 所以应该来讲 华人普遍的收入 都在中等收入以上 那么还有极少部分 应该是在top1这个比例里面的 所以华人情况基本上是这样 是非常感谢黄景师 给我们这么好的分析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财务顾问黄海滴女士 那黄女士呢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对 那么刚才在休息之前 您大概是给了我们一些 这个详细的这个数据 是关于目前这个中国和美国 净资产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群的 一些这个概况 对 那我想接下来能不能请您 大概的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像在这个净资产比较高的人群当中 对 像关于他的这个性别 年龄学历 以及这个职业和这个家庭的 这个构造当中 对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中美之间在这一点上 也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中国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 才造就了那么多有钱的人 所以大部分的人应该来说 就是说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 也就是说五六十岁左右 那这一批人其实现在应该来说 都基本上要退了 那就是说呢 这些人其实都是从实业 比如说从这个贸易啊 或者是从房地产呢 这一部分来的 那现在的新贵呢 都是年轻人 比如说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 这样一个状况 那当然来说 有钱人没有办法 在这个性别的上呢 男人还是比女人多很多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中美之间其实非常相像 那美国有钱人呢 跟中国大陆的有钱人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美国毕竟他两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呢 他这个已经好几代 是比较有钱的人呢 特别是世界大战以后 那么在战后呢 其实经济是飞速发展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上一代的人的钱 其实现在也开始 往下一代传承了 所以呢 在美国还有很多是 第几代 第二代 第三代 那就传下来的 那中国呢 现在第二代有没有 有 但是第二代 现在还没有把 所有的财富整个接过来 当然从行业来说呢 也不太一样 早几年呢 中国的房地产是非常赚钱的 可是近几年呢 在比如说电信啊 媒体啊 还有在高科技方面呢 反而是蓬勃发展 而房地产呢 好像看起来是往后面 就是退缩了一部分 可是美国是这样的 美国实际上呢 在房地产上一直都没有爆发的 没有的 那因为美国的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结构不太一样 尤其是房地产税 所以限制了这方面 那美国呢 近几年 其实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最有钱的人 都是跟高科技有关的 在硅谷这些地方 都是有钱人 对 是的 那么我想问您一个 就是可能大家也是非常关注 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问题 是 那么对于这些净资产比较高 或者换句话说 富有的人 到底他们所考虑 或者每天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是什么呢 在财富方面 是 应该来说 这些高金资产客户人群 他们现在考虑的是 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人 他们在考虑是 怎么样积累更多的财富 也就是说 实际上呢 他们除了自身的 这个用劳力体力去赚钱以外 更多的时候 是考虑怎么样 让财富更积累的更快 那么就有一些金融产品 比如说股票 或者也有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 以及保险产品 都是他们所喜欢的 这样一些产品 所以对于这样一些人 也就是说财富的创造非常重要 年轻的这一部分 到稍微年龄大一点的这一部分人 可能财富的保全也非常重要 因为已经把钱赚来了 如何把这些钱保全下来 再传到下一代去 所以年纪大一点的 这些有钱人 高金资产的人群 也充分体现出来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现在这个问题 现在非常突出 所以我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 那么国内 现在提出来的是 遗嘱信托保险财富传承 几乎是这一群人 现在非常迫切需要的 因为第一代已经解决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了 也就是说第一桶金已经有了 接下来怎么样保全 怎么样传承 怎么样把这些财富能够传在第二代 第三代这些地方去 所以成为当前高进资产人群的一个突出的一个需要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说 对于净资产比较高的人群 他们所考虑的是 关于自己财富的一个积累保险和传承 那么在这一方面 能不能请您再具体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窍门 好的窍门 应该来讲 当然我刚才讲了 有很多金融工具 比如说这几年突然非常时髦的 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家族信托 大家已经意识到 可以用信托这个工具 来做一个财富传承这样的一个工具 同时大家除了银行理财这些产品以外 比如说信托基金这些以外 大家也认识到说 可能高额的受险也是这个 当然今天我们时间比较有限 下一次我们可能讲的比较详细 可是在美国这些高进资产的人群 他们实际上在这个也就是说保全他们的财富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也是最主要的用两个工具 一个是家族信托 一个是高额受险 当然其他的一些 像社会公益的这样一些捐赠 比如说像Bill Gates做很多捐赠 这个Facebook的老板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捐赠 那么这些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在整个财富传承 财富管理当中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步骤 所以为什么很多我们在中国的朋友 经常会觉得说很好奇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有钱人特别的 对这个做慈善活动是非常的热心的 实际上在公益捐赠慈善方面 不仅仅是当然说明了 真的美国人还是比较胸怀比较宽大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也说明什么 这些高净资产的客人 这些人群 他们知道如何运用社会捐赠 社会福利 社会慈善事业 来这个巩固他们自己的财富 实际上有些捐赠不是白白捐出去的 在某些时候是有税务方面的很多优惠 而且如果设计得当呢 是既有惠于社会 也有惠于他们在税务上面的一些规划的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资讯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特许财务顾问黄海地女士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凤卫视